你在唱歌,好听 你也喜欢听歌吗 你猜 那你是怎么听歌的 像做题一样,计算感动 哇,这也太刺激了 你说,换一些人会听歌吗 当然会啊 因为没有国界,也没有新界哦 23日音域原计划官微 官宣了24日13点30分 再次开启直播 而原计划24日上午10点 节目进行官宣定档 因故取消具体时间待定 估计不会太久 在剧头一个行程 周深将参加8月4日的 第27届大众电影百花奖 地点在成都 当然,吃瓜不信瓜等官宣 如果消息为真 周深可能会演唱繁花依旧 因为志愿军雄冰出击 获得了最佳影片提名 如果是这样,周深又要极限感形成 因为8月5日要参加天猫精灵 北京线下发布会 再说,周深新歌的两个消息 一个是25日10点 将一首电影OST上线 MV同步上线 据悉是陈思诚电影解密的OST 同时,这周将会解锁新专辑歌曲 Trek 09 解锁时间尚不确定 很有可能是28日零点 因为27日武汉演唱会上 会给出各种暗示和预告 就像贵阳演唱会后 缝合上线一样 所以大家在备战演唱会的同时 记得随时关注周深新综艺 新歌新舞台动向 哈喽 你好你好 上班,我们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这个机位 对,这个机位 那这个机位也可以 你看看 哈喽,这边这边 哈喽,大家好,我是周深 上班了 上次我们是靠谱上班大咖 我们这次是白谱 我呢 哈喽 你来 接下来这一段你演 我们这个叫做画园上班大咖 画园 嗯 就是找到你的名牌 我们现在 在哪里 好,在这里 好,然后我把笔给你 啥意思 找到它 然后站在这 哥 哦,在这 然后我把 我骗你 我拿一张 我去找到它 好 然后站在这 然后拿着笔 接下来一个任务就是 我之前都还没有来画馆 对,你是第一个上班的 上班最新的 那这样不就是 等一下,闭眼 闭眼 我们有一个要求 闭眼画园 这也太容易了吧 哦 得罪剩下很多的嘉宾老师 哈哈哈哈 明明可以和和气息录个节目 非要说人家我们跟音乐没有缘 好 你跟音乐没有缘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但我这个就肯定会很圆啊 创举,创举,你甚至为 就是这个白板像没有被画过一样 像没有人来上班 对啊,就感觉就是 把笔给我 这个我们画园上班打卡 这真的不会太简单吗 你看一下,接下来这个白板会呈现出什么样子 我们先让大家来把这个白板 现在这个白板呈现的是周深没有来过的样子 对,我就说像没有人来上班啊 那欢迎周深来到我们的音乐原计划 今天我们要重返校园时代参加一场文艺会演 那除此之外 除此之外一看我就是比较有个性的学习 我今天很旺的那种感觉 是不是 早知道告诉我,上班校园不穿这句 这是你的道具 哦,哦,哦,哦 哦,哦,哦 周深你好,以下内容千万不要读出来 千万不要读出来 括号这句可以读出来 括号完毕 接下来这行字就是你的任务 嗯,不要读出来 哈哈,加油,凭你的聪明才智一定可以完成的 好,我手上给你的这个就是你马上需要的道具 然后这个任务 对于这个任务我的评价是你礼貌吗 哈哈哈哈 那你要带走吗 这个板子是可以带走的 还是你记好了给我 不用带走 我这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十十五个字 我还是记得住的 记得住了哈 那我想想啊 这个 其实 因为我妈有个设定就是我们做这个任务的时候不能被发现 对 其实是有点难的 嗯 我甚至刚才差点呼之一处我要干什么 好的 好,已经记在心里了对不对 是记在心 希望到时候对方不要记在心 哈哈哈,不要记在心,不要往心里去对不对 那我们就欢迎周深来上班 借过我们的听选大厅 去找缘分啦 好 说到演唱会 最近在各个社交平台上看到很多家长选择 在这个暑假陪孩子一起去观看周深的演唱会 作为给孩子的暑期礼物 周深的演唱会竟成了2024年暑假最热门的亲子活动 家长纷纷选择陪孩子追正能量偶像 带给孩子正向的影响 初生一版程 期间在夜市际上 你时到晚就想去想 去我去过去 你时到晚就会帮你去创作 在他身边 尽快 你时到晚就会帮你去 那你时到晚就会帮你去 我去给你 Margul Zither Harp 光摩暖光 天生吹吹 如水晴蜂风光 永远的火山又多 都被自然推向 不却温柔 培波满足不停的深处漂流 我的美丽如光潮 看出却微笑翻唱 光摧残住进一月梦 人们未来的国阳 都不停的凌晃 有多少的异象就有了唱歌传唱 那眼督有风啊 别不过就这样 这一路风景有你问在什么 我们说要远的前方风唱第一句一句道 我们说要让我为何才能乱真走 我们说早要往上 早要往后靠 早不到谁都空了 就不算拥有 你不兴趣 我要拍你一张眼 我要幸福的岁月 尽全你感到你去 为什么周深能成为小学生的最喜爱的歌手 因为2024年最火的歌就是周深的小美满 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见这首温暖欢快的歌 在许多商场 餐厅 幼儿园 学校 甚至养老院都能听到 可谓是火遍全年龄层 尤其幼儿园和小学 几乎每个孩子都会唱小美满 这首歌也是儿童文艺会演的常客 而且周深人品好性格暖 孩子喜欢周深 家长完全放心 周深的演唱会上为小朋友专门设立了未成年人通道 还有未成年人联络卡 方便没有家长陪同的孩子 也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安全 会上周深也一直在感谢和鼓励大家 唱的歌也都是满满正能量的歌曲 家长对他非常放心 周深这样的歌手是这个时代不可多得的国民偶像 上到80岁的老人 下到还不会说话的孩子 都能从他的歌声和为人处事中 得到很多积极的情绪价值和正能量价值导向 所以他的演唱会才能成为全家老上一起去看的合家欢项目 5 4 3 2 1 说什么 有没有没有 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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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没有听到这么亲切的同学叫周深 呃 谢谢咱们 咱们两个人叫中文书末术 哈哈哈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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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叫我小崔 小崔 哈哈哈哈 我不得叫个小崔嘛 哈哈哈哈 那平时你家人也这么客气叫你小崔吗 哈哈哈哈 一般我们的老师叫我小崔 哇 好的 原来就叫我是你的老师啊 好的 那 喝夜做了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现在几岁啊 我现在十一岁 十一岁 十一岁 哦 那你最开始中文 啊 从七岁开始 七岁以后 哦 是谁一直中文 我是三岁 九二岁 刚开始是我的妈妈 哦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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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 哈哈 小崔 我是你 我可就 我可就 三岁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你在那上面 有九十五岁的 好听啊 多少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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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哦 哦 哦 小崔 哦 哦 就是小崔 哇 哦 超 我的寶名叫火儿宝贝妈咪 谢谢大家